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 第三节是建设工程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事故处理 那关于这一节每年差不多考到四分 首先我们先来一起回忆一下它涉及到的主要考点 三个 第一个 应急预案的内容 这个应急预案的内容你要注意 它重点包括了三个内容 有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还有现场处置方案 对于这三个 第三个 它的名称和其他两个有点不太一样 前面都是应急预案 第三个是处置方案 这个要清楚 而且在这三个当中 综合应急预案 它是从总体上去阐述的一个综合性的文件 然后专项应急预案呢 它针对的是一些具体的危险源 具体的事故类别 具体的应急保障 并且只要我们能够说出名字来的 什么鸡坑的开挖 交手架的拆除 它涉及到的都是专箱应急预案 而现场处置方案呢 现场处置方案 它针对的是一些固定的场所呀 装置啊 设施啊 岗位啊 针对这些去变的一些处置措施 成为现场处置方案 好 这是内容 然后预案的管理 关于预案管理 首先是预案的评审 然后是备案 然后是实施 这个实施呢 就是预案的演练 最后呢是奖程 好 再往下 直接讲看安全事故的分类和处理 关于安全事故的分类 它有两种划分方式 第一个是按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进行划分 第二个是按照企业职工 商案事故分类标准来进行划分 这要清楚 然后处理这儿 就是不同的事故 它最终上报到哪里呀 有哪个级别来负责调查呀 等等涉及到一些内容 好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题目 我们再详细的回忆 好 我们先看考点一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内容 看一下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当中 针对于生机坑开挖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故 相关的危险源和应急保障而制定的计划是哪一个 只要我们能够叫出名字来的编的都是专项应急预案 所以选择的是C选项 大家要注意啊 整个应急预案体系它是包括了三个内容 那三个内容 有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还有现场处置方案 他说的是现场处置方案 不是现场应急预案 这个要注意 然后综合应急预案 它是从总体上去阐述的一个综合性的文件 可以说它适用于不同的事故 然后专项应急预案呢 专项应急预案 它是针对于一些具体的危险源 具体的事故类别 具体的应急保障 从而去编的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计划 称之为是专项应急预案 而且前面我提到过 只要能够叫出名字来的 那么编的都是专项的应急预案 什么生机坑的开挖呀 脚手架的拆除啊 只要能够叫出名字来的都是它 现场处置方案呢 针对一些具体的装置啊 岗位啊 场所啊 设施啊 针对这些所编制的 现场处置的措施 称之为处置方案 好 这要清楚 只要看到 有叫出名字来的 编的都是专项应急预案 像C 靠点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关于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个应急预案管理它主要包括了四个环节 有评审 备案 实施 奖程 评审 关于评审这里面要注意 哪些人可以参加 哪些人不可以参加 我们必须缺分拔开 可以参加的是相关政府人员和有关专家 这是可以参加的 那么哪些要回避啊 与被评审单位有厉害关系的人 你得回避 这是评审 备案呢 备案 不同级别的应急预案 它备案的地方不一样 比如说对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这说的是各个地方啊 各个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它的应急案要报到同级人民政府 超送到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 还有向社会进行公布 这是各个地方的 那么其他富有安全事件 建筑管理职责的一些部门呢 他们的应急案直接超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就可以了 比如说建委 建委里面它涉及到的应急案 你直接超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就可以 这是政府啊 然后企业呢 对央企 央企的总部啊 央企总部的应急案 我们要报到国务院相关部门 并且要超送应急管理部 那么央企底下的子公司呢 他要报到这个子公司 所在地的相关的人民政府 你要报到这个子公司 他所在地的这个人民政府 并且要超送同级应急管理部门就可以了 好 实施 关于实施这里 对于综合应急案 专项应急案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而现场处置方案 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 就可以 好 关于讲成在我们书当中 他没有展开说 好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应急案 只应报到同级人民政府就可以了吗 不是 各个地方的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你们的应急案 还要超送到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 嗯 这种情况呢 各个地方的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应急案 你要报到同级人民政府 你要报到同级人民政府 超送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 还得向社会进行公布 他说只应报同级人民政府 错 中央企业总部 啊 总部的应急案 要报国务院主管的 富有安全生产 建筑管理职责的部门 进行备案 并且要超送应急管理部 这个是对的 啊 央企业总部 你要报到国务院的相关部门 还有超送 应急管理部 正确 然后再往后啊 非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 是均可受邀参加应急方面的评审吗 关于评审这儿 哪些人你要回避 与被评审单位有厉害关系的人 你得回避吧 他说均就错了 可以参加的人 有政府有关人员和相关专家 那么哪些人要回避呀 与被评审单位有厉害关系的人 得回避 这里个均就错了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 选择的是 ABD 第二题 再来有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院管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院的管理 包括应急院的评审 备案实施讲程 正确 管理它确实是包括了这四个环节 正确 B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方案调整的 应当及时修订 应急院 正确 整个应急指挥机构 或者是里面的人员的岗位呀 职责啊 有了变化 我们要重新去修订 正确 重要的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应当及时修订 正确 关键词是重大重大重要 第四个 应急案演练评估报告 要求修认的话 那么我们要接着修订 正确 比如说你们在演练的时候 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要求我们重新去修订的 那么必须要去修订 其他副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院 需要报到 同级人民政府去备案吗 并没有 其他副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院 我们直接抄送到同级应急管理部门 就可以了 没有说像同级人民政府去备案 抄送到同级应急管理部门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安全的ABCD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考点三 职业健康安全事故的分类和处理 关于安全事故的分类 你要注意 它重点的是有两种划分方式 第一个是按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进行划分 分为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根据企业伤亡事故分类标准去划分 分为轻伤重伤和死亡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题目 我们来一起回应看这道题 根据我国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 它的规定 按照事故严重程度去划分 特大伤亡事故指的是一进死亡几个人级以上呀 你注意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分为轻伤 重伤 而轻伤是x大于等于1小于105个工作日失能 重伤呢 x大于等于105个工作日失能 这个失能呢 就是我不能在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了 我必须要休息 死亡呢 有重大伤亡事故 重大伤亡事故指的是一次性死亡 1到2人 特大伤亡事故呢 一次性死亡 3人及以上 好 那么他说特大伤亡事故 是几人及以上呀 3人及以上 选择A 好 第二题 某地区发生爆炸事故 事故造成50人死亡 105人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1.5个亿 关于该事故调查的说法 证据的是 你注意 很明显 他这道题考察的是 根据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来进行划分的 划分为 哪些事故来着 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一般事故 3人以下死亡 10人以下重伤 1000万以下的经历损失 这是一般事故 那么 较大事故 3到10人死 10到50人重伤 1000到5000万的经历损失 重大事故 是10到30人死亡 50到100人重伤 5000到1个亿的经历损失 那么特别重大事故 30人以上死亡 100人以上重伤 1个亿以上的经历损失 而且在这里划分的时候 你要注意 小数都能取得到 大数 他是取不到的 而在这他说 50人死亡 30人以上了吧 属于特大 105人重伤 也是100人以上 属于特大 经历损失 1.5个亿 一个以上 都是特大 好 那么对于特别重大事故 他们在调查的时候 我们来看 看 他说 由事故发行地 省级人民政府 直接组织调查吗 特别重大事故 是由国务院 去派人去组织 不是省级 是国务院 由国务院 或国务院授权 有关部门 组织事故调查 组进 调查正确 由事故发行地 社区的市级吗 县级吗 不是啊 你注意 县级 它组织调查的是 一般事故 市级 是较大事故 省级 是重大事故 国务院 是特大事故 这要注意 对于这四个 每一个级别 他负责调查的 这个级别 也正好不一样 好 这是负责调查的 那如果负责上报的话呢 上报的 一般事故 上报到社区的市级 较大事故 上报到省级 上报省 自治区 直下市 特别重大事故 和重大事故 要上报到国务院 这是上报 你注意 上报到哪里 还有谁负责 来进行组织调查 它有点不太一样 好 而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选下 好 看一下第三题 有关建设工程 安全事故 处理措施的说法 正确的是 看A 一般事故 上报至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 这个是正确的 一般事故 上报至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 应急管理部门 和附有安全生产 进度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 正确 特别重大事故 我们要逐集 上报至哪里 国务院 应急管理部门 和附有安全生产 进度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 正确 特别重大事故 负责事故调查的政府 应当自收到 事故调查报告之期 60天内做出批复吗 错 多少天 30天内 那么关于这个批复的这里 回来给大家说一下 对于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结案批复的时间 是从收到调查报告知识期 15日内进行批复 而对于特别重大事故 是从你收到调查报告知识期 30天内 做出这个减批复 如果说你30天搞不定 我可以给你延长30天 但是在这里 我们应该说 是30天内做出批复 如果这些搞不定了 我再给你延长 看一下第四个 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 可以适当延长 但延长的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60天 正确 关于提交调查报告 什么时候去提交 你注意 对于不同的事故 什么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特别重大事故 对于这四类 不管是任何一个事故 你注意 都是从事故发生之日起 60天内去提交调查报告 这四类事故 他们提交调查报告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从事故发生之日起 60天内去提交 那如果60天搞不定呢 我再可以让你延长60天 所以这里他说 但延长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60天 这是正确的 对的 第四 富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有关部门 不可以越级上报吗 是可以的 情况紧急 可以越级啊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 A B D 好 其实关于这些考点啊 他特别喜欢考到 这么几个地方 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不同的事故 他上报至哪里 上报到哪里 不同的事故上报到哪里 第二 报上去之后 有谁去组织调查 第三 什么时候提交调查报告 第四 什么时间结案批复 这些都是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掌握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 第四节是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 和环境管理的一些要求 那这里呢 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常识性的 并且它的分值呢 还是比较高 好 都是常识性的 比如说文明施工的一些要求啊 环境保护的要求啊 还有职业健康安全 卫生的要求 我们直接看题目啊 先看考点一 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要求 看一下这道题 关于建设工程 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的说法 正确的有A 扬工地四周连续设置尾档 正确 市区主要道路和其他设计 市容景观道路的 工地的尾档高度呢 是不得低于2.5米 B 适工现场必须实行封闭管理 设置进出口大门 制定门卫制度 严格执行外来人员登记制度 对的 执行进场登记制度 封闭管理 设置进出口大门 制定门卫制度 这是正确的 第三 项目经理是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的第一负责任人 正确 我们一说项目经理 他就是施工现场 他是针对于现场来说的第一负责任 第一责任人 第四 现场建立消防领导小组 落实消防责任制和责任人员 这个是对的 我们要建立消防领导小组 落实消防责任制 就是不同的人 你要负责哪些责任 落实责任人员 这个要清楚 这是有的 正确 一 是否现场设置排水系统 你将污水 废水 有组织的排入到地下水道 是吗 是什么叫有组织的排呢 之前我提到过 每天晚上偷着排 那也叫有组织 不对 只要你想排 你必须要处理合格了 你才能排 合格之后才能排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是 选择BCD 好 考点二 适用现场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一题 再来适用现场环境保护的措施当中 属于空气污染防治的措施 避免大气污染 看A 指定专人定期清扫 适用现场道路 指定专人定期清扫 正确 化学药品库内存放 这个是避免污染水体 我们要放在库内 这是为了避免污染水体 时空现场不得无故摔打模板 这是噪声污染的防治 不是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因为摔打模板会产生很大的噪声 工业茶炉采用电热水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避免去烧煤 你烧煤的话 这不是还得去污染大气吗 所以我们这个要用电 然后E 使用封闭式的容器处理高风飞 就正确 不得零空泡洒 我从高处直接扔下去 这不行 所以属于空气污染防治 是有A D 还有E 好 第二题 关于施工过程水污染防治措施 正确的是水污染 A 现场水磨石的污水沉淀合格之后 最好不要用于工地洒水降沉吗 错 水磨石的污水沉淀合格之后 最好用于工地洒水降沉 不是不要 是要的 禁止将有毒有害的废弃物作为土房灰田 这个是对的 不然它会污染水体 常识吗 第三个 现场存放油料 必须对库房的地面进行防渗处理 如采用防渗混凝土地面 铺油沾等等这些措施 他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通过这些措施 我们进行防渗处理 这个是对的 防渗混凝土地面 铺油沾 都可以做到防渗 C正确 现场100人以上的临时池塘 污水排放时 可以设置简易有效的格油池 是100人以上 不是50人 化学用品 外加剂要妥善保管 库内存放 防止污染环境 正确 你要放在仓库里面 因为这个仓库的地面和墙面 我们是有处理过的 它就不会污染水体了 好 那么正确的是选择 BCE 好 第三题 有关固体废弃物处理的说法 正确的是固体废弃物 A 减量化 是对已经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进行分选破碎 压实浓缩 脱水 等减少其最终的处置量 减低 处理的成本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正确 减量化 就是通过我们的各种手段 把很大一堆变成很小一堆 然后最终我们处理很小一堆就可以了 这是减量化正确 用水泥沥青等交结材料将松散的废弃物交结包裹起来 减少有害物质 从飞物中向外去迁移 这属于减量化吗 你没有减量 这个只不过是稳定固化了 这个属于稳定固化 就是把这些容易扩散的给它稳定住固化到一起 并没有减量 它并没有少 只不过给它粘到一起了 这是稳定固化 不是减量 第三除有符合规定的装置外 不得在施工现场焚烧 可产生有毒有害和恶臭气体的废弃物 这是正确的 如果你没有先用规定的装置 你烧这些就会污染大气 第四 禁止将有毒有害的废弃物作为现场填满 这个前面我们一直在强调 禁止将有毒有害的废弃物作为土房回填 正确 然后看一下 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资源化 什么叫资源化呀 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就是资源化 那么大家想想 回收利用的典型是谁来着 粉煤灰 粉煤灰是回收利用的典型 我可以回收利用 我可以减量化 还有无害化的处理正确 能利用的再利用 利用不了的呢 通过减量化 然后处理剩下这一堆呀 还有无害化去处理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ACDE 好 看一下考点三 建设工程 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措施 看一下这道题 下来关于事工现场职业健康安全卫生的要求 说法正确的是 看A 事工现场宿舍呢 必须设置可开启式的窗户 宿舍内的床铺呢 不得超过两层 眼镜使用通铺 不得超过两层 事当必须要有卫生许可证 设施人员必须持身体健康症上岗 正确 第三 事工现场序人员发生 法定传染病啊 食物中毒 或者是急性职业中毒的话 需要在两小时内 向有关部门去报告 不是一小时 对于这个这种传染病 食物中毒 急性职业中毒 这种是两个小时内 他跟我们前面说的安全事故 那个不一样 安全事故 是现场人员 立即报给本单位负责的人 然后本单位负责的人 在一小时之内上报 对不对 前面我们讲的是一小时之内上报 而在这儿 传染病 食物中毒 急性职业中毒 他说的是两小时内上报 这里要注意啊 可能这种传染病啊 食物中毒 他不像安全事故那么严重 所以呢 他这个时间呢 也给我们放宽了一个小时 然后第四 高层建筑施工超过八层以后 每隔四层 宜设置临时厕所 正确 注意是宜 八层以上 八层以上 每隔四层 最好是设置一个临时围权间 正确 食堂应设置在远离厕所 远离垃圾站 远离有毒 有害场所 等污染源的地方 这个肯定啊 食堂嘛 我们必须要远离这些啊 正确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第一 好 那以上就是第五章 优选题分办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